因為大家可能聽了 已經頭很痛了 那要鼓衝一個一夜制服方法 就是樂透會開幾套 而且你這樣講完的時候 大家都一千 我們不是只能分到一塊錢 對啊 大家都中了怎麼辦 之前有一個節目 他專門做樂透的 然後那個時候幾乎 十四里有八次是中的 然後有很多組頭 都相當關切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也來告訴大家 問題來了 你講的話 我去買只中十塊錢 大家要看個人運氣 所以我們不鼓勵賭博 不然這樣好不好 這樣基本上你講出來 大家全部都知道 你知道嗎 一百萬人去分一億 就是沒有形成 對 大家知道 你講五個號碼 第六個你偷偷跟我講 好啦 也跟你講了 我們兩個人分 好啦 我們講的其實是 今年的幸運數字 就跟我講 這個數字呢 也適合用手機或門牌號碼 或車牌號碼 所以是一個幸運的數字 所以你不一定是要簽樂透的 大家可以廣泛 因為我們不鼓勵中國 當然 首先有兩種號碼 第一種今年雙魚座主年 雙魚座是第十二個星座 十二的倍數 十二 二十四 三十六 四十 這是一個倍數的倍數 十八 第二雙魚座 雙子 還有天秤 這三個星座是今年的主星 他們都是屬於雙面的 譬如說有的天秤座是面對面 什麼上下的那種雙面 所以雙身牌會開 什麼叫雙身牌 一 二 三 三 三 二 四 一 二 四 主頭不要綁架我 就這樣 好 然後大家自己再去拼受 自己的Lucky number 沒有 他是說 這邊裡面的其中一個 對 就是機率比較高 我們不能說他是投獎 就機率比較高 那會猜在哪裡 猜在哪裡 有水的都是很好 有水的 北中南中部是最好 有水的東部也很好 那是不是要問一下 副成老師了 請問一下哪裡會下雨 對啊 柔水的 什麼的都很好 對 水帶財 基隆 北部今年是會下雨的 北部… 北部現在 從現在開始就應該進入雨季 對 而且下雨季一定要出去 會上看幾億 所以在七 七 上 七 上 海角七 八 七 上 收視率有救回來一點嗎 要進下雨 就感覺上大家可以比較有參與感 參與感… 等一下 北部 北部太大 北部 台北的哪一區 中南區 大一區 中日區 幾段 幾段 什麼路 幾段 那個老闆叫什麼名字 我講一個 老闆姓章 你有看到那個老闆 穿的衣服的顏色嗎 我講一個 這裡加落鷹 不要看 很暗了 會暗的 還落鷹 快來不要光 好 我講一個就是說 其實很多的地名或者是很多 它是有水 譬如說內湖是不是有水 內湖 關注一度有水 西紙 巴黎附近有水 然後西紙是有水 或者是有一些採券行的名字 可能是有水 太多了 所以就是說大家潮水 或者是那天出去穿藍色的衣服 還是那老闆叫做李桌子 對 或者是 我跟你講 是這麼多地方這麼多號碼 不要浪費我的世界 我跟你講 我覺得維文老師講出來 得罪了一個地方 叫穿 得罪了土城 土城 有三個星座今年才能提升樂口 對啊 有三個星座要跟大家講 有很多地方 所以現在土城那些 石牌那些那種 那個採成 講句的老闆都很氣壯 看不看 後來也不高興 可是今年有三個星座 後來也不高興 放了跟不爽 今天有三個星座 很容易中樂口 木炸的不舒服 三個星座 所以他們都在等 第三個星座 水平 射手跟雙翼 水平 水平 射手跟雙翼 水平射手跟雙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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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罪了其他九個星座 對 雙翼也不太多 我不好意思 雙翼也不太多 沒準… 沒準啦 你也有中一個 你會那個閃電 你會閃電 對 你會閃電 你會閃電 沒準啦 沒說啦 天氣之後都沒準 我跟你講有政才的人 有時沒什麼天才 對不對 有天才 我跟你講今天這個講出來 就是大家不要真的 就是有時候就是 做參考 做參考 如果真的買樂透 也許這是一個 或你把它當成手機號碼 當然這個東西比較懸 但是李大哥跟蔡宜珍 那個是比較有專業 大家可以照那個趨勢 搞不好是彩券行的門牌號碼 是112233 這幾家都花了 兩個地方都不一樣 快去算 李原佩佩很忙 一直算牌 好 來 我們來一個不一樣的面向 昂兒你想知道什麼 昂兒想知道的一定跟… 很特別 我剛才從李富城老師在講話 我就開始放空了 因為我完全聽不懂 他很猜 然後就蔡玉珍 你到底知不知道 他們剛剛在聊什麼 我完全聽不懂 我先問你一個問題 簡單講 抽考 聖音現象 聖音以下 什麼是聖音現象 其實我不知道 你知道怎麼買不票嗎 所以你剛剛說你放空 你會開口 我剛剛說你放空 放空都賺錢 你咱一的酒店概念股 來 那個 好 來 你想知道 我小光 他在約定上班 酒店約定 跟酒店不一樣 好 來 我一直搞不清楚 阿雷到底是酒店約定 阿雷他是夜店公關 對 夜店公關 不是酒店媽媽桑 鬼啊 你不是在賣冰糖的 我以為是在賣冰糖的 不是 我現在就是要關心演藝圈的事情 因為我是要準備進演藝圈的新人 然後我想到的是 我想到的是2010年來 那你跟小CALL有的變 對 哪一個主持人會大同大 你怕跟錯主持人是不是 對 我怕跟錯 然後我想知道哪一個主持人會最衰 絕對不要跟他 我跟你講 這一題 真是難講 我跟你講 小鬼 我們要雅亮 這一題 如果說大家來賓 就衝著我們兩個現場在 然後就巴結 我們講一些話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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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射手過嗎 有啦 有射手 是不是 對啦 有射手 屁股翹了喔 屁股翹了喔 天仙沒有嗎 天仙沒有過 沒玩笑的啦 我跟你講 我們千萬要公正 不要因為他們不講我們 而不告訴我 沒有你們啊 有射手就只有你 沒有你 沒有你 沒有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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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快點去結婚了 對 我把來塗層啊 有看守所喔 我整個把來塗層 你可能編號是1122 好 來 來 2010年的演藝圈主持人 誰會大紅大紫 OK 哪一個主持人最不開心 這什麼意思啊 什麼東西啊 就是會最不好 一個極東的 一個好的跟一個不好 那我們請李富城大招 回答這個意思 莫名其妙 會聽到誰 你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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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要聽李富城說 李大哥 你說 李大哥 你說 李大哥我問你 天蠍座在今年會不會有漢災 他一天都跟漢災一個人 他都埋沙裡面 沒有你啊 沒有 我們講的是 運勢比較好的新作 第一個是射手座 所以有小鬼 小子 還有飛哥 林志玲也是 林志玲也是 所以是他運勢很好 再來第二個是 是好壞桃花都有 但是因為藝人比較色素 因為一般人有桃花很煩 但是藝人有桃花是好的 然後有緋聞可能也是好的 所以憲哥也是很OK的 對 然後像諸葛亮也是射手座 也是這樣合作的 對 比較悶一點的 就像雙子座 譬如說瓜哥 小S 是是非稍微多一點點 會有點悶 心情上有點沮喪 可是運勢上還是相當不俗 可是這些人都已經合作不俗了 對啊 誰可以真正起 是正會錢 幾次秀就在這 他很快就不是小鬼是大堆了 一定會 大堆是誰 要直接點了一道訊 真的好 也就是說 像你剛剛講那個 2010年射手座這樣子 對 跟小鬼不要跟黃老師 真的 真的了解了 這就是薇薇薇薇的意思 我跟你講薇薇薇薇 你剛剛講得太籠統 應該講說2010年 沒有 你剛剛只講兩個 還有第三個 還有今年一個很特殊的心象 就是 所以老藝人跟小童心都會當到 所以老藝人來講 譬如說小鬼配陳金沛 很棒 小鬼配陳金沛很棒 不換主持人 就是老 國老師跟國也很棒 很棒 就是老藝人 是很OK的 他是 國寶級的 他是新 他是新人 可是他只是不叫老 他是 他是老師 但是他不是 他不是老藝人 小鬼 小鬼 注意你的屁股 跳得太高 對不起 你剛剛講話說 他是 他是 這樣子